各位读者大家好 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一本工具书 是叫做面向论吉凶 当然也有解释志向 我们的脸上总会发现一些 某一些的红的字黑的字 不管在什么地方 大概以传统的经验里面 它会是一个好字或者坏字 在这里这本书里面会解释 人呆看名就知道 人呆看他的行动 人呆看他的行为 人呆看他的行为 谁在买买 最后就是说 人聴听什么就行 那代表你看 人的脸相是有可能做改变 所以当您看完以后 只要调整您的心情 这个安排您的时间 规律 我想脸是可以做改变的 那面相 这本面相里面 他当然有 讲到叫做 面相的三材 以及字 还有额头 印堂 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牙齿 人中 法令 法令文 耳朵 地隔 还有 颧骨的一些 基本相法 接下来 富贵贫苦腰瘦的相法 身体的对应 双脚的对应 那还有一些总和资料的研讨 那如果您有了这一本以后 显然的 当然就非常容易的判断一个人 从他的脸相判断一个人 他是属于什么特质 属于什么特质 我们常常看到说 人家说 这个三庭的相法 说 这个 眉毛以上叫做 上庭 就代表 早年 眉毛到鼻子这里叫做中年 鼻子以下叫做晚年 那耳朵看福气 耳朵越大 福气越好 那如果耳朵 耳朵一般是长在 这个眉毛跟鼻子之间 中间 那如果耳朵长得很高 就代表 早年就很有福气 那耳朵如果低于 这个鼻子以下 叫做 未来 会越来越有福气 你不能说 你耳朵长得很低 那代表 老年 才会有福气 那他如果还是在少年时期 你就跟他讲说 老年才会有福气 他不是昏倒才怪 所以说 讲话 人家说人家 听声音就好 就是 从这里的一个道理来的 不管您 智慧多高 知识多棒 您还是要学会讲话 那人的一个面向 可以分为 十二公 这里代表迁移宫 这个整个儿头代表事业宫 父母宫 福德宫 兄弟宫 田宰宫 子女宫 财博宫 还有 原尾的后面叫做夫妻宫 这里都有解释 哪一个宫位 如果颜色或者字在那边 他就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我们这里也解释得非常清楚 再来就是面向75步及流年图 从1岁到21岁 他走的是在哪里 22岁到40岁的时候走的是哪里 那41岁到60岁是走这里 60岁到80岁是走这里 每一个年龄 有什么现象 会发生什么事 这里都有交代 那五行 五行脸的相法 有人是木行脸的 他会有什么特质 火行脸的 会有什么特质 土行脸的 金行脸的 还有水行脸的 还有甲字面 油字面 甲就像这样 甲 油 这样 申 还有甜字 甜字脸 铜字脸 王字脸 木字脸 用字脸 风字脸 这里都有 接下来还有女 这个相 字相 还有男的 女的 还有身体的 只要有字 长在哪里 你就可以用 去对照的方式 照镜子对照 或者是观察 你就知道 它是属于什么字 还有背面的 还有额头 它是M型的 或者是窄型的 法际不规则 还有突字型 这个都解释得非常清楚 里面有 一两百个图形 就是用彩色的方式 让您去对应 当您在做业务的时候 或者是在跟人家聊聊天 您如果学会一些 面向的一个技巧 我想您的话题 就会显然多了很多 那您也会成为 你们朋友之中的一个红人 因为大家都会说 Sanet 你帮我稍微看一下 像眉毛方面 眼睛方面 眼睛 还有鼻子 鼻子方面 咬嘴巴 嘴巴方面 牙齿方面 法令纹 耳朵 地隔 还有一些贵相 这个是苦相 瘦相 还有脚底 对应 还有一些自杀物品的一个介绍 自杀物品的介绍 那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买一本当一个典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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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